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尼流定睛看他 惊怕说 左啊有什么事呢 天使说 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 以门纪念了 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 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 房子在海边上 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 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长翅后他的一个千尘兵来 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 就打发他们去 约怕去 第二天 他们行路将近那城 彼得约在武镇上房顶去祷告 觉得饿了 想要吃 那家人的人 那家的人正预备放的时候 彼得浑游向外 看见天开了 有一雾降下 好像一块大布 系着四脚 嘴带地上 里面有各样四族的走兽和昆虫 并天上的飞鸟 又声音向他说 彼得起来宰了痴 彼得却说 主啊 这是不可的 房属物和不洁净的物 我从来没有吃过 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 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属物 这样一连丧次 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 在今天的经文里 一开始提到了凯撒利亚这个地方 凯撒利亚是罗马帝国统治犹太 犹太帝的行政中心 是一个港口城市 居民多为古罗马统治时期的希腊人 也就是犹太人眼中的外邦人 在凯撒利亚住着戈尼流这个人物 圣经里说 他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并且他是一个 真诚的人 他和全家人都敬畏神 周济穷人 并且常常祷告 可见 戈尼流虽然是外邦人 却兴奋犹太人的神 并且非常的敬钱 他做的好事 都蒙神的纪念 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情 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可是门神喜悦的纪念的事情 是出于人的真心 爱神而为的事情 是难能可贵的 从后面的第十一章十三到十九节 保罗在使徒和犹太众弟兄面前描述的话来看 戈尼流一家 在见到彼得前 并没有受圣灵的喜 所以戈尼流一直的好行为 其实是出自于自己的爱心 并不是出于神的能力 可是神却拣选了戈尼流一家 要让他们一家得救 就安排了他们去请彼得来和他们同住 神要使他们受圣灵的喜 真正的得救 并且可以更多的明白神的奥秘 之外彼得和他们的同吃同住 更是奠定了福音要传到外邦去的重要转折点 可以说我们的神的计划 高于人的计划 是神在为传福音开路 门徒们需要做的是顺服的工作 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彼得住在一个削皮匠的家里 削皮匠的工作 因为和动物的皮的加工打交道 在大部分的犹太人的眼中 也是被视为不洁净的 可是彼得却是住在他们家中 这也为接下来的经文做了铺垫 神要彼得接受更大的挑战 在戈尼流派的人快到彼得住的地方的时候 彼得也看见了异象 他突然觉得很饿 并且有许多在犹太人眼中 被视为不洁净的动物从天而降 主让彼得宰了痴 彼得很是困惑说不可以 可是神却对他说 神所洁净的 你不可当作俗物 一连三次 这句话所代表的意义很重大 彼得虽然没有马上明白过来 可是他后来知道神要告诉他的事 神已经用他的宝血 同样洁净了外邦人 所以犹太人不应再视外邦人为不洁净 福音要传到外邦人那里去 而犹太人所遵守的行为上的律法 包括不能吃的食物和要受割离的 还有要受割离 都不再成为福音到外邦人的阻碍 这是神的主权 是需要犹太人选择顺服的旨意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 神也会挑战我们 让我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因着以往我们生活的环境和经历 塑造了很多我们的习惯和价值观 为着在耶稣基督里的合一 神挑战我们去扩张我们的疆界 当我们被挑战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的反应 也可能像彼得一样 觉得被冒犯 不明白神的意思 可是神却很有耐心 一脸相似的和彼得显现 神也会在挑战我们的时候 很有耐心的等候我们的改变 在我们静下来的时候 他会给我们智慧 明白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的爱常阔高深 无法度量 你让基督为罪人赎罪受使 并使用初代使徒传福音 到犹太人 到外邦人 让你拣选的一个也不落下 基督死在十字架的救恩 挪去了阻碍外邦人得救的律法的墙 以佛所书第二章 第十二节到十五节说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以外 在所应许的祝约上是局外人 并且活在世上 没有指望 没有神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清净了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和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并且以自己的身体 废掉冤仇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 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亲爱的天父 求你塑造我们 开阔我们心里的疆界 成为更合你心意的器皿 使用我们做传福音的工作 成就你地上的计划 感谢赞美你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